今天上加仗课 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做饭团 饭团裹上海苔最好吃了 我也喜欢海苔 海苔是绿色的 这样算是一种植物吧 应该不能只因为颜色 就判断是不是植物吧 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老师老师 海苔是一种植物吗 海苔不是植物哦 它属于原生生物 狐狸猫好奇地问 什么是原生生物呢 还记得之前有上过 生物五届的介绍吗 科学家依照细胞的构造 和获得养分方式不同 可分为五大界 原核生物界 原生生物界 菌物界 植物界 与动物界 我想起来了 前面学过原核生物界 那老师今天可以介绍 原生生物界让我们认识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五大界中的原生生物界 依据获得营养的方式 分为三类 原生动物 原生菌类 藻类 原生动物类 类似动物从外界设食 原生菌类与菌物相同 将养分分解后再吸收 而藻类则与植物相同 会行光合作用 所以原生生物的三大类 与动物界 菌物界 植物界 分别有眼花上的关系 狐狸猫好奇地问 我们生活中倒是常见动物 植物 但我怎么都没见过 原生生物界的生物呀 因为多数的原生物很小 肉眼不容易看到啊 首先介绍原生动物 它们没有细胞壁或叶绿体 需要靠摄取外界的物质为生 像是草铝虫 变形虫 它们都是生活在水中的 单细胞生物 草铝虫 以鲜毛协助运动 变形虫 有胃足 可摄食与运动哦 那老师来考考大家啰 有关原生动物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 具有细胞壁的构造 B 大部分为多细胞生物 C 可借由不足移动身体 D 需自外界摄取食物获取养分 答案 B 原生动物没有细胞B 所以A应该是错的 原生动物 大部分应该是单细胞生物 所以B是错的 老师刚刚有说 草铝虫 以鲜毛协助运动 便形成有胃足可摄食与运动 所以C是错的 同学们都讲对了 原生动物需自外界摄取食物 在细胞内进行消化 所以答案选D哦 那有什么生物是属于原生菌类呢 原生菌类没有叶氯体 它们会将养分 在体外分解成小分子后再吸收 黏菌是常见的原生菌 它们通常生活在树林底层的潮湿阴暗处 可分解枯枝落叶 并能像变形虫般运动哦 刚刚讲的维生物都没看过 好陌生哦 最后要介绍的藻类 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藻类具有细胞B和叶氯体 可以形光和作用制造养分 分为单细胞与多细胞藻类 像是细藻与新月藻 就是单细胞藻类 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是什么呢 我们平日吃的海带 昆布还有同学们最喜欢吃的海带 紫菜都是藻类做成的食品哦 哇 真的都是我吃过的食物耶 还有石花菜也是常见的多细胞藻类 可以制成羊菜丼或是石花丼 都是常见的食品呢 哇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食物呢 以知某种具有叶氯体的原生生物 会分解养分产生能量 推测该生物能否进行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仅可进行光合作用 B 仅可进行呼吸作用 C 此两种作用皆可进行 D 此两种作用皆无法进行 答案为 C 有叶氯体的原生生物因为藻类 因此它应该可以行光合作用 这种生物可以分解养分产生能量 就是呼吸作用 那应该是选C吧 完全正确 一 原生生物界 依据营养获得方式 可以分为三类 包含原生动物 原生菌类 藻类 原生动物以草鲤虫变形虫为例 都是单细胞 需靠摄取外界的物质为生 原生菌类以粘菌为例 可分泌酵素之体外 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并吸收 藻类有叶氯体 可行光合作用 分为单细胞与多细胞个体 单细胞个体有细枣 新月枣 多细胞种类有海带 紫菜 石花菜 在生活中较常见 最后再请同学们想一想 有一种叫做眼虫的生物 它有红色眼点 可以感光 利用边毛运动 缺乏细胞壁 但有叶氯体 可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那眼虫 是属于原生生物界中 哪个类别呢? 请将你的答案 分享在下面的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